造型還蠻好看的 那你們現在看到兩個按鈕 你們現在看到會發亮這個就是 Bankia的加溫手套 騎車 東京騎車的時候 你要讓你的身上保暖不會太難 只要是一般的風衣外套 拉鍊有門巾擋著的那一種 其實基本上你穿得夠暖 穿一件會防風的外套就搞定了 但是有一個地方是最 最難保持的就是手指頭 因為手指頭摸燒神經那邊 它並不會有太大的溫度 而且手指頭在騎車的時候 又在撞封面 所以這個手指頭一冷 就會讓你根本沒辦法騎車 所以有些車子像CB1000R 選配裡面就有加溫手法 就是這個地方會發熱 但是被風吹到的是你的手背 那這款手套剛好就是 整個手背 包含手指頭 外面的地方 還有整個手背的地方 它都會加熱 那你們現在看到藍色的是 第二段 其實這樣就已經很暖了 那這樣穿下來 其實像今天 今天算是寒流裡面 稍微有回溫一點點的 的情況之下 像穿這樣子騎車 我已經完全不會覺得 不會覺得冷 再遠都可以 那加上在這一陣子 幾乎每天都在下雨 所以只要是沒下雨的日子 你都很想騎車 那這麼冷的日子 要騎車 防寒的衣物就一定要有 嗨大家好我是布蘭 現在來到室內 來跟大家介紹這一個 Bankia的手套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 在團的這一個 Bankia的防水 並且是 墊加溫的手套 當初會看上這個手套 是它的整體感非常的好 那從外觀上面來看 它的材質有很多種 包含這種像脊皮的 然後像潛水衣布的 然後在這個指關節的地方 它也有做護具 在裡面這邊也有做一個 類碳纖維的護具 然後在手掌的地方 它這邊有個指滑塊 所以即便是有點水的情況下 它的抓力啊 不會受影響 它的指尖 指尖這個地方是有做觸控的 然後它的固定帶啊 總共有兩層 嚴格來講是三層啦 手腕這邊固定第一個 那這邊也是隔開 電池的地方 電池在這裡 我待會再給大家看 然後呢 這邊再固定第二個 可以隨著你的大小調整 總共有三層 像這樣 那這個也可以往內 也可以往內 也可以往外 那像我今天穿的比較大的風衣 它的手套是整個可以 塞進去的 那它的加熱範圍就在外面這邊 從整個手背 到手指頭這邊 都有 這邊是不會加熱的 這邊是不會加熱 那這樣去做固定好就這樣 很舒適 那它的開關在這裡 長按大概一秒到兩秒吧 它就會亮了 紅色是第一段 然後再按一下 藍色是第二段 然後再按一下 綠色是第三段 在第三段的時候 充一次電滿的情況之下 它是可以加溫 幫你加熱五個小時 那除了它的表面的這些加熱之外 這個手套它本身啊 也是一個防水手套 這種天氣之下 如果又下雨啊 其實你的手套保溫已經不夠 你的手都會冷 甚至麻掉 那像這個地方來幫你加溫的話 洗身起來就非常舒服 像這幾天我穿 風衣外套 只要是拉鍊有擋住的啊 再加上這個手套 超讚 超爽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充電系統是怎麼運作的 好這手套的充電啊 也很方便 就是兩顆電池啦 手套塞下來 然後呢 像有個口袋 把電池拔下來 然後它會隨附一個這個充電器 隨附這樣一個充電器 然後兩個接上去 OK OK 這樣 就可以同時充兩個了 剛剛我們說到這個手套它有 哇我已經找不到 剛剛有說到說這個 有防水的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我把衛生紙啊 塞到這個指 手指頭的地方 塞到這 這 這 這裡 塞進去囉 給它看一下有沒有救病 看不出來啦 反正我塞進去啦 那我們現在去 淋水 再來去參觀測水 正常的情況 看到嗎 所以它表現 表面是那個 防波錘的 但是它麂皮這邊 會有一點像是 淨絲的感覺 我上次帶也是這樣 但是其實水是透不進去 這應該 水是用倒的 拿出來嗎 趕緊啦 怎麼沒有塞那麼深 我沒有拿錯一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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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沒有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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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塞到這裡 塞到這裡 塞太深了 因為我剛才想要去 去撈它的時候 就把它往內 OK 都是乾的 在這種台北啊 冬天又在雨季裡面 這個手套真的是 誠心推薦你們 特別是如果真的是 你每天要通勤的 或者是 比如說送外賣的 外賣人員 就是保溫已經不夠 需要加熱一下 然後它的加熱呢 又都在它的狀風面上面 所以真的很舒適 現在在我們的布購 已經開始做這個團購到 1月25號結單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到我們的布購去選購 我會把鏈結 放在我們影片下面 如果需要這個手套的話 應該只有這一檔而已 那不要錯過機會 到我們布購來選購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BANKIA的GD278 防水 電加熱 手套 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打掃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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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